钓大鱼最怕遇到鱼儿奋力挣脱而脱钩 让原本兴奋的心情一下子荡到谷底 有鉴于此高质的养殖科研发 有鱼套的钓鱼辅助器 透过改良之后的不锈钢鱼套 将好不容易钓到的大鱼方便套上岸 而这项发明更是荣获全国高中专题和创意制作竞赛组的第一名 这是我们原本当初构想的鱼套 这是我们改良后去台湾比赛得全国专题第一名的成品 养殖科学生模拟在海边悬崖进行垂钓 从高速公尺的养殖科顶楼进行实验 研发有鱼套的套进钓到鱼的钓线之后 慢慢的往下滑直到将大鱼整支套进去 接着再利用细着的绳索将有鱼套的辅具拉回 顺利的将大鱼套上岸 鱼套当你抓到鱼的时候 我们已经拉到岸上之后 把它的便当扣一个一个推开它 接着解开我们的手拉绳 我们再把这个绳鱼套给打开 再把这样把鱼也倒出来 这样我们就直接抓到鱼了 因为我们当初使用长尾甲是因为它可以快速的结合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鱼只在里面挣扎时 长尾甲会弹开 但是后面我们找到了便当扣 因为便当扣它是由内往外扣 所以鱼只在里面挣扎时不会导致它弹开 这样它会让它变得比较坚固 周洪瑞、黄宪瑞、杨根伟三位养殖科学生在养殖科主任董伦儒的指导之下分工合作 把构想画在纸上 现场两具有余套的模组 从最初的粗铁线制作 后来改成不锈钢的 网扣也从长尾甲改成便当扣 都是从不断的实作中进行改良 产品是我们同时在钓鱼的时候 然后发现场就是说 在这个钓鱼的过程当中里面 人家钓到了这个鱼 钓到大鱼拉到岸边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已经快要到手了 结果这个线端掉或者脱钩 所以让这个鱼逃鱼 就很可惜 所以回来以后跟同时在讨论讲说 怎么已经快要到手了这个鱼 怎么真的就把它抓到 所以我们也这个构想是要想说 用什么方式把这个鱼抓起来 那回来经过研究 大概可能花了大概半年多了 然后一来想说怎么改良 然后就想到这个方式 想说鱼抓到的时候把它掏住 然后拉起来 那我们改良过后了 就是说形状的话变成这个更好用 然后这个尖鱼我们本来之前有用网 后来讲说算了 反正就是说要抓到大鱼 这个网就不考虑到 因为网有时候可能会去缠到 然后我们改良过后了 变成这个就真正有一套 然后参加我们这个今年的全国的话 专题制作的话得到第一名 从初步开发出第一代的套组 经过半年来的测试改良 才将第三代有余套做出来 参加今年全国科展 再荣获第一名的殊荣 是老师他能够这个来引导学生 然后来正向来学习 然后来参与这个实作 可以看到每天都几乎都在我们的养殖场里面 来进行的观察 有关这个养殖这个部分的一些活动 所以能够把理论跟食物里面来相结合 然后这八年来也代表学校参加这个全国比赛 也总共得了有七件大奖 所以这个表现真的非常优异 养殖科连续八年参加全国科展和专题创意制作竞赛 总共得到七项的奖项 而其中专题制作连续两年 农获第一名的殊荣 师生们希望这一项有余套辅具 有一天能够开卖 让喜爱钓大鱼的钓友们 不要再因为大鱼脱钩而大师所望